你好 那這個是就是我們UBI協會 然後就是充滿了區域跟我們的出院 對對對 然後這邊是Touch的設計 就是今天的所有的設計團隊 對 那要採訪的話 也有文化大學文化印象 來做新聞稿 新聞意義 好 那我接下來的時間就是叫 給我們的Touch 對 主要做的教學吧 來 沒問題 從這 坐著 坐著 來 我們一起參與吧 我們大家現在換一下東西 我們現在幾個 一 二 三 四 五 好的 那我自己就回到幾個 這是幾達幾個 那個 4到6的 就基本款式是4到6的 合作遊戲 他有合作有競爭 因為他是個賽局遊戲 對 那待會我會講到他的合作 因為基本上他就是一個小型世界的 小型社會的縮影 那我們今天先完了 用貿易產 那些是規則卡嗎 會有接觸 對 會有接觸 對 會有接觸 對 會有接觸 那我先看一下這個卡 好 這個是我們的勝負條件 對 然後這個規則是施展交接 我待會講 那我們第一步先抽大家的階級 就是我們在這個遊戲裡面 每個都是家族 然後會經過三個世代 那現在就先抽 第一個世代你是什麼階級 家族第一代 還是家族第一代 對 家族第一代那些階級 來 然後抽出來之後 我們就 就給你的等不開了 對 然後這邊就會分配 所以你的家族來資本家在哪裡 我們會輸 在這裡 對 然後資本家不錯 對 然後這個是 因為我玩很爛 哈哈哈 勞工家族 不好意思 然後政治家族 好 然後貿易商家族 那我們就把這個家族卡 放在自己的前面 這樣子 那這樣放 那這家族卡 基本上就是定家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我們 我們 對 沒有 不要讓各位看最後一代 第一代 第一代還沒有辦法 對 對 對 你要跟我撥結嗎 對 我們要負責 這個遊戲現在 我們要負責 對 這是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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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已經在做了 已經在量產了 那這樣很接近 這是一開始就是專門 對 一開始就是專門 我們還沒有做英文法 對 對 那我們第一個世代的制度 就是從自由方人制度開始 那這遊戲因為我們是會經過三個爆炸 那三個世代的第三回合 每個世代第三回合 學者會負責發明 新的制度圖 他就是社會主要體制度 會發明出來 放在這裡 然後 我們進入世代交接的時候 就是到了下個世代一開始 我們會進入世代交接 那世代交接 大家會投票選新的制度 對 然後選新的制度就會成為 那個世代 所用的分配 分配用的制度 然後 也會做一次階級流動 就是看大家 他的努力 決定 大家新的世代是什麼階級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先把牆能整理拿出來 好 然後遊戲剛開始 我們每個人會有三張貨幣卡 這是我們的 一開始初始 初始現金 對 其實貨幣卡在我們手中 都是像現金使用的 這個是東開還是 不用東開 公司秀牌 對 那手牌的話 在手上都是手牌 就是都是現金 那我們要讓他發揮手牌上的功能 必須要投資之後 它才會發生出來 這個是 對 這是我們放在金庫 金庫兩個零零的位置 剛開始我們金庫裡面都沒有錢 對 那 所以 最多99塊錢這樣 可以超過 但是要超過要很會玩 好 對 我們到時候會 我們會做一個那個硬幣 100塊硬幣的那個Token 超過的時候再使用那個 好 好 然後 剛開始就是大家把金庫都 都放在零的位置 這樣子 好 那我會先說明一下 關於貨幣卡 我們每個行動 像我們上面都有寫 就是 一開始我們第一個行動 都叫做允許贏業收入 剛開始大家都沒有贏業收入 對 然後第二個行動叫做行動三選一 那三選一 第一個叫做勞動 就是說剛開始 你手上只有三塊錢 那我如果想要賺錢 我就是從這個勞動區 選一張 你要的牌到你手上 就等賺點塊錢到手上 好 這是勞動 那第二件事情叫投資 投資就是說 我手上有牌 那 那比如說我想投資學院 我就把這張手牌打出來 那像這裡就是我們投資的區域 就打在這裡 那打出來的時候 投資要成本 那上面那個數字 就是它的成本 那我投資出來之後 要另外棄掉四張手牌 我才能投資學院 那這樣就投資完成 投資之後 這個學院給我的功能 就是我會得到它的功能 所以像學院它給我的功能 就是會增加三本書 那比如說我投資 我投資一個有營業收入 我投資房資產 然後不一樣 系列五塊錢的 然後投資它 然後它會有營業收入二 下一次到 下一回合營業收入階段 我就會先拿兩塊錢到手上 到手上 對 到手上 就是直接抽兩張 就是直接抽兩張到手上 那什麼時候 金庫會有錢 就是我們手牌燒個五張的時候 再把多的 就是我們手牌燒個五張 多的存到金庫 所以只有棄牌才會變成金庫 對 那就存錢 那金庫就不會再用出來 那只是這個算分數用 沒有 金庫可以用 就是比如說我要投資 比如說我金庫有五塊錢 我要投資房資產 我們可以直接用金庫 所以我棄過的牌還是可以當 到手上用 對 那是不能當資產而已 對 不能當資產用 好 那投資講完了 第三種叫做社會殘餘 就是如果我們現在都不想賺錢 也不想投資 那社會殘餘就是從這裡 收一張牌到手上 那這個人脈就是他的政治理念 然後這是他的票數 然後這是他的能力 對 那我們裡面有三種證明 那如果你累積同樣的理念 他的計票方式 他會有一個相同理念加成 比如說我兩張都是橘色的理念 那我會另外再加兩票 那票數怎麼看 就比如說我隨便拿著兩張 然後這票數就一票加兩票 然後像老公自己有兩票 所以就是總共有四票 那投票的時候 那人脈是公開的嗎 你可以選擇公開跟蓋起來 我也可以蓋起來 你也蓋起來 就是比如說我知道票很多 我不想要人家知道 蓋起來 可是我如果要使用他的能力 我就要公開 所以他是抽到我拿過來之後 他是可以蓋起來也可以 翻過來 然後要 如果就是只有翻開 然後才能發動上面的能力 對 然後翻開之後就不用再蓋起來 就不能再蓋起來 放開之後就不能再蓋起來 因為你公開了 對 那人脈會跟我們一個世代 因為他基本上 他也是會 下一個代 下一個代他退休 所以換世代之後 那個卡就會要從新代去選 就會回去 但是他會先跟你經歷一次投票 就是他作用會先發揮 所以是在世代結束的時候 對 就是我們新世代開始 一個世代交接 這個格子 世代交接到這裡 大家會投票選 新的制度 跟新的政治家 然後跟每個階級流動完之後 然後這些人脈就會回去 因為他已經進入下一代 他就要退休 所以我們制度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是自由方向制度 所以自由方向制度很簡單 就是他只有在你的營業收入 大於3的時候 就是3以上 營業收入3以上 才會收1塊錢的稅 他的稅非常少 幾塊錢 不好意思 確認一下 營業收入甚至 就是比如說會有投資這個 投資這個 對 就是你有投資這種有營業收入的牌 就少抽一張 對 算是這種被動收入 對 就少抽 那我剛剛講到投資 投資他其實有一些 不一樣的符號 像房製廠這種是房子的符號 然後像 永久的 它可以跨越時代的存在 對 其實這裡有寫 當代就是時代沒了就沒了 對 沒錯 當代就是 當代的話就是 比如說技能 就是這類的東西 就是 對 我閱讀嘛 我閱讀就是 我閱讀的東西 不會繼承你下一張 所以他就沒了 對 那立即行動 立即行動就像發音 我現在發音 我馬上抓到錢 然後這張卡就直接 就棄掉 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應該都 應該可以開始 那 因為我可以再確定一下 棄掉的牌是 剛剛 因為剛剛我棄掉牌 對 他會 他就是 只能放在場邊 沒有 棄掉的牌我們都統一放在棄牌區 就直接放在棄牌區 就直接放在棄牌區 放在這邊就好 對 就不用放在旁邊 然後只有那種超過五張的 存進去的才會進到棄牌 而不是我投資那些棄牌都不會進不進去 就是那種棄牌 那一般我們編完就會編織到 然後發動革命的實際 發動革命的實際 就是營業收入社會的差距 輪到六的時候 任何人 最平均最福的 對 應該是說營業收入差距 對 因為營業收入低不見得 他代表他 他說因為蠻受受的 對 所以就是營業收入差不多的時候 然後發動的人 只要有兩張的麥克 就是我自己要能買 我就可以發動 我不見得 我可能是最富的 但是我就想 要輪到他嗎 對 他的行動階段發動 就等於說他行動階段 不做別的事情 我就要革命 那發動 所以不是三選一 事實上是四選一 對 事實上是四選一 然後包含其實像貿易商 他可以多 他可以選擇一個叫做貿易的行動 對 因為我們後來的那個 版本也有改 對 不好意思 那那個 你剛剛有更加確定一下 那個 就是革命發動的那個 所以你是說 最平跟最負差到六 就是營業收入差六 然後不管是誰 不管是誰 不管是誰 那今天發動的一定要是其中 就是最平或最負其中 不用 任何 就是最負那個 對 一想看不下去就可以 對 有可能就是 對 搞不好我現在賺字啊 那就是我啊 對啊 對啊 有可能 然後等一下在革命有興趣 可以直接看革命 那 反正剛開始大家不會革命 那也是等到之後 好 那 我們其實 我們順序怎麼決定 大家就是看我們那個 排上的數字 排上的數字 我們排上的數字 已經開始了嗎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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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我們就是 第一階段就是那個 一號正正教開始工作 因為我們都被一二三五五 那一 正正教有做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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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第二次代可能正正教的話 很大 哦 所以只在開始一二三四五六 對 對 或三代 不一定 有可能 有可能 對 然後我們裡面呢 除了勞工之外 大家都有自己的能力 對 那勞工的好處是多一個票數 對 勞工的那個 對 人票數嗎 對 對 要被正正家融落他 然後 那正正家還有一個能力 叫做世代差生時 就是這個世代的開始 你可以先抽一張社會餐廳 對 那這是你的人脈 你可以看你要不要公開 或什麼樣 對 你如果可以使用他能力就使用 對 第一個是專家 對 那正正家拿到 然後正正家又要開始決定 你這回合要做什麼 這好難喔 很講過 不像沒有講 勞動投資社會餐廳 修飾 對 你如果想要 因為有一些根本還看不懂 他要幹嘛 對 這個投票有亂數成分 那你整個亂數成分是 它不是亂數 它是單 它不是亂數 就是我們是用骰子投 不是至少 是我投贊成就這樣 然後我投反對就這樣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 我不管計票 要嘛就是全戰勝 我不能不投 我能棄權 對 你可以投票數以外 就是類似棄權 連投三四五都沒有辦法這樣 所以我可以棄權 對 我可以問一下 那個就是像 這個是社會參與卡 對 然後 社會參與是抽人脈卡 所以這是人脈卡 對 那這個人脈卡 對 一樣就是放在這裡就好 其實這個放在前面比較清楚 對 對 所以就是 這個人脈卡 這個人脈卡裡面 因為它看起來也有功能 對 那它那個功能會影響什麼 其實我好像不是很清楚 看一下 這功能就是它製造上面 如果你投資這個東西 然後 下來這樣 如果你要投資這個東西 就放棄 對 所以就是我抽完之後 從我開始 對 從你開始 你看你要做什麼 然後 新的制度會是學者放 三個回合的時候 會放棄新的制度 就是學者會從裡面 兩張抽一張 兩張選一張 對 所以兩張選一張 好 那我可以問 每多一本書是幹嘛 每多一本書是什麼意思 每多一本書 好 書有什麼功能呢 一種就是 如果說你有專業知識 你勞動的時候 因為你有投資他 你勞動的時候 你勞動當中說 抽一張牌到手上 抽了之後 你有幾本書 再多抽幾張到手上 就是增加你的勞動力 就是說 你透過書本 累積你的勞動力 就是你賺錢書 賺錢能力變強 這是一種 一種是社會參與 你社會參與的時候 這裡有寫 就是說 當你每多一本書 像我們剛剛社會參與 直接抽一張 可是如果像學者 學者自己有一本書 他有一本書 所以他社會參與 是抽兩張 多一本書的那本書 是在哪裡多一本 比如說你投資他 你投資他 你左面上就有兩本書 對 那你現在就是兩本書 那你社會參與的時候 就是抽三選 對 因為你根本是一選一 但是你有書 你就是更有機會認識 你想認識的人 對 他就是讀書的 好 像書最多成為學者 可是如果兩個人 像書一樣 我們只要遇到貧 就比階級 原來階級最高 對 所以你的行動就是 比人家先 比如說大家都勞動好 你就會先選擇你要的 對 對 那勞動這邊 你拿完之後 牌是不會補的 對 他是到下一個 就是補牌 等一下我跟你講 就是到下一回合 整個牌 就是整個勞動區 全部重新 對 會有新的局面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在本書打說 就不是我不想勞動 真的啊 對啊 所以這樣算是我行動用 所以你現在行動是參選於 Share選於建築 好 這是這三個 這個 這個 投資你的手牌 對 這是我的手牌 對 如果你有手牌想投資的話 對 那如果你手牌投資 但是沒有錢 就要勞動賺錢 對 所以我可以選牌的一點 為什麼手牌是有兩張 因為你剛剛把我那張 所以是有這張 打出這張我才可以三選一 沒有沒有沒有 都可以三選一 現在本來就可以三選一 對 都是三選一 對 反正都是三選一 你打出牌要投資 要是說你這位參與可以抽三選一 那我打出牌 這個是放在 放在我 放在我 對 所以就變成我自己的 所以你要唸書 我唸書 我唸個書 好 所以我就不用再抽 對 我去貿易 然後我要指示來決定我貿易的成果 然後我成功了 所以我可以抽四選 幫我抽 對 貿易賺出 對 好 然後第三號 資本家 資本家的功能就是如果投資有營業收入的牌 比較便宜 對 營業收入的牌 有營業收入的牌 就是上面如果有 比如說是 下面有寫說營業收入多少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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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只要一塊錢就可以蓋 你只要一塊錢就可以蓋商店 我把什麼放哪裡 對 然後再棄一張牌 你把它丟上來之後 棄一張牌 剩一張牌 剩一張牌 對 但是它下個後 就是商店會幫你賺點 好 OK 然後該四號 旅行 旅行 旅行的話就是抽六張 如果裡面是0的牌 都是它的收入 就是你旅行的意義 旅行的意義 好 你的旅行都賺了兩塊錢 可是這些 你抽的時候你不需要彈牌嗎 他不需要 他其實也不需要彈牌 他真的 所以我可以刷一刀20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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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信用會不會 這是需要GM這樣 對 旅行 所以旅行又晚上要帶你們回來 就去七六 對 是信用的 我是去旅行的 對 這回合去旅行 好 然後五號 五號沒有 所以本來五號是誰 五號是專家 沒有專家 專家 專家最主要是 他勞動的時候會多一塊錢 就是他勞動比較有分 沒有這個角落 對 他也不會進入這個 所以 所以 我就說人不夠的時候是怎麼扣 從專家扣起 就是人不夠的話 就是專家跟貿易商就是 就一樣 OK 可有可無 沒有 社會上 沒有 專家 沒有 因為比較經典就是政治家 資本家 理解 理解 對 比較經典 中就一層商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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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今天結束第一回合 然後現在來到那個營業收入階段 我們一樣從輪流零 現在是資本家有塊錢 然後跟勞工有塊錢 好 然後這裡 對 然後我們現在新的 剛剛都沒有勞動 所以勞動牌全部齊挑 新的 對 現在怎麼勞動 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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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一樣從政治家決定 這回合要做什麼 好 我看一下現在說什麼 可能要看到 你還要送一點 在那裡 就 在那裡 我可以拿 我可以拿 對 拿一隻 這樣我今天自己配合就直接做 我做客戶的餐廳 那我們可以下一個鏡頭 他現在在選擇 你需要正經驗 你需要正經驗 我好像沒有正經驗 可以這樣 可以 你都是發明一個可以 可以分配制度的制度 這邊就是要偷偷來的 不可以在台北 換我 自本家我要旅行 好 那一樣抽六張 然後六張怎麼樣 然後零的就是你的 上面有數字零 就是這種零的 都有嗎 沒有零的 旅行就是開心的 就是這種開心的沒有賺到去 都是自己的 對 都不是你的 就是旅行開了很多風景 其實旅行就是一種找機會 那剛開始 對 沒有機會 沒有沒有遇到機會 對 就是旅行 好 好 然後 來 淘金 所以貿易上也可以選擇貿易 好 然後淘金是特別的投機財 他要花時間去淘金 這個 這個機率 只有這個才有 六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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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選擇貿易的話 是就有錢 對 對 因為貿易上的功能就是可以發明 對 然後現在 六分金 去接受技術訓練什麼東西 好 然後拿個技 好 然後現在進入第三發明制度 學者要發明制度 可是 我們也有 對 先發明制度 對 我們只要上面有數字 遇到 對 先發生上面的數字 我發明 哇 哇 好 待會投票的時候再跟大家說明律主義 好 然後現在有音樂收入的就是 明律主義 好 還有感覺 嘿嘿 明律主義又認為說收入平均就是公平 對 對 好 然後大家開始 一樣車子家開始放手 換我 換我 我要淘金 好 車子家來淘金 尤其變毒 變成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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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覺 對 對 好 然後再來就是 二號學者 我不是 我學者念書 好 然後三號 資本價 礦場 可以 你花兩塊錢可以投資他 對 兩塊錢 我沒有兩塊錢 錢還不夠 你可以賺錢下一場投資 你可以先賺錢 那我現在怎麼辦 你可以選擇賺錢或者是認識人 就去找動賺錢 認識人是不是 好 那認識人就是抽一張 好 然後你可以看你要不要公開他 對 然後 好 來 唉唷 你直接公開了 亮票 亮票 資本獎 再加上這個 別獎 超強 超強 然後再來就是 商店 商店 然後華演外景 對 對 應該在這裡 對 是這裡 沒有這裡 這裡 好 你要抽牌兩個都丟出來 好 好 看一下檯面 好 我看我剛剛的那張技能 好 洗掉血液 好 好 就這樣 好 然後進入第四回合 然後一樣 欸 有三個人有 你換了是不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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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面沒有 好 好 好 大家沒有 大家沒有想要 沒有 好 那營業收入就不賺 對 對 對 好 四次應該先賺 結束就應該這樣賺 對 好 好 好 現在各位用四張 對啊 就是社會參與 對 社會參與收三張 現在可以收三張 你要累積你的政治實力 對 你要黏著你的政治實力 差不多開始 對 然後慢慢選 然後二號選 對 我八米 對 然後我有這個任愛卡效果 所以我是四等書 然後因為這個效果 所以我可以湊七張 七張 八米賺七張 多地說得算 哈哈哈哈 對不起 對 我請你當中的少數 哈哈哈哈 然後該放一個 這個收入可以收入嗎 剛剛已經收入了 對 剛剛一樣收入已經領取 那我剩下一張 圖書室 對 然後社會參與師 多一本書 多多的 你要蓋對不對 你現在沒有錢蓋 大家兩塊錢 所以我只能貿易 貿易就是七一張之後之賞 我可以問一下 人賣卡他有分 賺到多少錢 你先上去多少錢 一張 所以七一張賺一張 這次貿易只有把成分賺過來 我們這邊有什麼 對啊 我可以猜一下 就是人賣卡上面有分幾種顏色 三種 三種顏色 然後那三種顏色意義至少 好 沒關係那個 我先幫 三種的話是這樣 可是你只要是同樣顏色的 他會有加成 哦 然後加成再加一次 哦 好 那 那是這個三種顏色嗎 不要跳過 對對對 跟你嗎 對啊 欸 那剛剛你被跳過了 剛剛先 喔 被跳過了 是沒加的被拿去 哈哈 還是都會領袖 找十張 沒有 他是上個顏色 喔 上個顏色 那我們故事要幹嘛 一樣 三種顏色 三種顏色 勞動投資還是會三種顏色 嘿 我有錢 可以蓋東西 對對對 你可以蓋東西 蓋你剛剛在 我有錢 是什麼樣子 蓋錢 對 你就把礦桶打開來 然後咧 然後再兩張七點 就沒有可能 對 等一下還會有 等一下你會有兩塊錢 因為你一隻收入才是二 這樣就夠了 因為它不是三 因為它是吃冷家 喔 它是吃冷家 好棒喔 比較鬆一點 對 要不要弄 終於不要弄 終於不要弄 不要擔心 你是東會營秀 是 要一個農田 然後抽兩張 對 對 好 好 好 然後進入第五回合了 就是這個世代的最後一回合 就是這個世代的最後一回合 零終嗎 零終嗎 是 零終嗎 沒有 準備退休啦 準備退休 我們不講零終 對 然後剛剛換後座 我試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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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試驗試 那個三號先領 然後四號再 欸 你是兩塊錢 對 然後待會兒我們還在洗牌 你只有兩塊錢 對 對 他剛剛花了一桌子 好 然後再來就是貿易產 還有礦場收入 礦場收入 礦場收入是你跟營業收入 什麼 那他一樣是營業收入在這裡 對 兩張 喔 兩張會加成 對 兩張會加成 但數學好 呵呵 好 那一樣 政治家 你最後一個時機你要做什麼 我們要 最後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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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短喔 可以嗎 當然啦 然後我們也好再次會參與一下 我 我 想要聽你 你是三 對 好 然後 二號 我再幫你講 好 再繼續幫你講 還是繼續幫你 是這樣子嗎 是這樣子嗎 好 OK 然後 剛才就這樣 對 所以最後一次了 對 賺錢也不是蛋放 對 那我這個 這是你滿靠的 你現在願讀下一代 不會繼承 對 這等於說 讀到最後 沒有時間給你用 沒有時間給你用 對 沒有時間給你用 你要退休 網絲場已經用了 你也可以給你一個賣 喔 對 一張 對 一張 對 一張 可是你不錯 你一張就是 什麼話 那我願意說 好 票數很多 因為同顏色 好 然後 當然是最後一個時代的時候 好 超級 不轉包 有沒有 你為什麼不轉包 你 好 OK 沒有 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OK 好 好 最後一個時代 很棒 我們現在進入世代交接流程 OK 那世代交接的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第一件事先投票權制度 下一代你們希望是自由方面 就跟剛剛一樣 跟我們自由 還是平均主義 那平均主義那一張 就平均主義基本上是說 大家這一回合所賺的錢 會先集中起來 就是 營業收入全部集中 然後大家的所有收入 就是 行動上 比如說你貿易賺錢 然後套金賺錢 所有收入 全部集中起來 最多平均分配給大家 好 對 是平均主義 好 日本家都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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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日本家都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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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平均主義 基本上就是會大家 不知道會不會大家 會 就不想做事 不知道 就是看大家的那個 價值觀 如果覺得大家好就好 那就會很認真地做事 所以 那 基本上 那怎麼投票 這是一號 這是二號 等一下呢 想要投資油放 就把三分數 只要一 然後如果是想要 比你做一個二 然後先遮起來 然後大家都準備好之後 我可以投票 我可以投票嗎 可以啊 我可以投票 我可以投票 就是讓制度變成是被別人規定 那基本上就是 我們大家都一起 一起把線標公開 然後大家都做完這動作 我們一起公開 可以再確定一次嗎 是 會平均的是 所有收入 所有收入 你們場上的同 也是不管 就是所有收入 勞動收入 這回合的所有收入 這回合的所有收入 對 每回合的收入 對 所以像這種的 領的就是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 對 喔 因為他們都有收入 你要搶破 對 好 來 大家一起就是先把自己要投的票 先放好 來 我數到三大家一起公開 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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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公開就不能更改 好 哇 我們社會紀錄的平均主義 然後再來就是投正之家 正之家 正之家的那個號碼就是你們現在 像老公就是六號 然後貿易團就是四號 好 有誰要拉票 現在趕快拉票 所以是可以自由交談 可以可以可以拉票 所以每一個投票錢都可以自由交談 可以可以 大家可以去去 所以這個投票是 就是 假如說今天 對 我 比如說 我 我 欸 這樣的 應該是這樣跟人賣卡的結合 是這個 比如說像剛剛都是二歲 我們就沒看票數 因為沒有 沒有展方 那到時候如果比正正加 然後 你們一個人的票數就是 你的票數加上人賣數票 比如說像徐平 他就是這裡有四票再加同正也兩票 六票再加上他自己一票 七票 七票 八 七 對 所以 所以我現在一定要把他打開 你可以等一下再打開 都可以 其實已經打開了 其實已經打開了 對 然後打開好了 那現在也都可以 因為其實 照理說一般人賣卡 你也剩很多票 哦 七一色 對 就是三票加四票 七一票加到他就把他打票 他打票 我覺得你去你自己打票 對 然後你們現在就是自己決定你要投誰當做政治家 大家也可以自己為自己打票 都可以 或者是為誰打票 那 有人要打票嗎 但是 但是因為這個遊戲 你不能交換東西嗎 對 不能會選 事實上沒有會選的可能 有可能 為什麼現在自由放了一個 體育主義 政治家的一點都不強 對 比如說是計畫經濟 然後我票又很多 我就說我下次 對 你投我我等一下會 我等一下會給你什麼 就是可以簽制票的意思 所以是因為現在制度的關係 制度 這個制度 政治家什麼都不能做 對 是的 所以來什麼好啦 也可以啊 你跟老公說 我當老公那麼久 大家可以支持我一下 有時候就會有人給老公票 對 那我爭取連任 你要爭取連任 大家覺得大家上次都比較多 想給你一個好票 想給你一個好票 大家可以誠實的投下你 心中的哪一角 你以為就是有別人想要當政治家嗎 好 那我們就 1 2 3 只有政治家想連任 對 OK 你一個人都投到他 他就拔票了 對 對 只要我投我自己 好 來 1 2 3 1 2 3 公開 用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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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現在1號 基本上就已經很 7票加8票 就15票 再加2票 17票 那這邊基本上應該沒有15票 沒有 對 這次家就連任 你選3喔 對 你選我 你看誰會投資 很厲害 不要打算找我 不要太認真 對 然後現在就是第二個學者 學者就是書念最多 廠商書最多 現在學者是四張四本書 有誰操控四本書 所以他繼續連任學長 那資本家就是看 廠商有投資營業的時候 排數目最多 對 你現在兩張 然後都兩張 但是應該是階級的關心 所以基本上要繼續 對 然後再來貿易商呢 就是看誰限定最多的人 但是是剩下的人 對 剩下的人 他有一張 你有一張錢金 然後你剛包完 所以就包一張 所以老公就點了 階級完全複製 對 其實你很容易被複製 因為就是 對 因為同生就會 對 對 就是因為時間 對 還有星辰 那這方面我們玩過一輪 一個世代 對 算是還蠻有體會 那這方面 就是倒是想出一下 就是他學 你們當初在想這個作用設計的時候 為什麼會 做這樣的主題 你要先講嗎 OK 其實 其實就我所跟他設計師 然後我們都念物理 他那時候其實在想 他是在 學校的時候 還是出社會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照理說 資源是越來越充足 然後 要供應大家生活 照理說應該要越來越容易 可是大家生活確實越來越困難 就是要買房子 要幹嘛其實都是越來越困難 那他就想說 資源沒有問題 那是不是分配出的問題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在想說 這其實所有制度 都是各種分配爭議的 就是想像 比如說 自由方面就是政府很越少 他就是 市場就是自由 那平均主義 他就是 平均就是公平 對 然後像很多 就是 有很多對公平的想像 對 那基本上就是用來探討 到底 什麼樣的社會 其實這場遊戲 我們主打的社會 就是什麼樣的社會 是一群的理想生活 因為在這個遊戲 三個時代下 一定會發生有些人很有錢 有些人其實就是 很舊很窮 或者是怎麼樣 對 那在過程中其實 不見得說有錢的人 就是我們裡面的結局有很多種 對 比如說像是 如果屏幕差距非常低 就會變成大政治家的結局 就是政治家可能影響力太 很強大 所以政治家獲勝 那所有的社會 大家都想說 我們要一起 他就會走向 木頭王兒的結局 就是屏幕差距不會太大 但是也不會太遠 然後每個人都有共識 就會進入 就上面有他的條件 就是所有人一起 那這裡的話 當屏幕差距很大 就會出現幾種結局 一種叫冠商一段 就是政治家跟 最有錢的那個首富 他們的票數 總票數 比其他人都還要多很多 他就會進入這兩個 小社會一起 就是冠商一段結局 然後 如果窮人的影響力太大 就是社會窮人太多了 影響力太大 他們的票數已經超過 富人的兩倍 那就直接是窮人革命 就是所有窮人獲勝 就是這個國家最後就是窮人革命 對 然後其他這都沒有 就是首富為王 就是 對 就是大家覺得 有錢還不錯 這件事情 價值觀就是 財富為王 跟一樣的就是 如果有兩個人財富一樣 階級到的獲勝 沒有 兩個人財富一樣就是從首富 從首富 對 就這裡就沒有特別 所以他算滿跳出一般 就有競賽的思維 對 並沒有一個真正的 對 因為其實你這個遊戲 你沒辦法一開始 你一定說你要怎麼樣 怎麼樣會贏 因為這個社會大家互相 就是互相互相 對 就是你很會賺錢 可是到最後你賺的錢太高 會造成這個社會窮人很多 對 那因為沒有關心社會 所以社會窮人很多 最後就是窮人一起推翻 就是 就只有你一個人輸掉這樣 對 對 那他就會有這樣的 這樣的協局進來 這樣子 然後他還有一個革命 就是真的有些人玩到他們會 哇痛苦 你最後一定根本沒機會贏啊 對 他就有一個革命的機會 你會去改變這個社會的制度 那其實最主要是那個 溝通這件事 就像剛剛其實選一條 其實我們裡面 我們雖然遊戲內容 沒有說對話這件事 可是 很多時候他會自然發生對話 就像 有一次很好玩 就是我們一個 有個人來參加我的工作坊 他在報名表上說 我沒有公民醫師 我沒有公民醫師 我的信仰就是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就很公民 對 然後他來玩的時候 我們前面都會再討論 你覺得什麼是公民 那跟他那一桌 其實他都左派了 只有他說 資本主義就很公民 那就是說那些過得不好 就是自己不夠努力 他天生就這樣覺得 因為我們台灣的教育 其實很容易就這樣 因為常常都跟共產主義在裡面這樣 對 他沒辦法想像 因為台灣的教育 都是想資本主義好的地方 然後 所以他這樣想像 可是他在玩的時候 他心機不好 所以他變得很窮的 對 所以他就覺得說 奇怪 資本主義好像也不這麼舒服 因為他跟他過得不舒服 他說資本主義好像也不這麼舒服 他看到別人賺錢賺得滿滿 然後賺錢賺得滿 他就覺得很不舒服 對 然後剛剛跟他講話 不投機 那個左派人過得不太好 他說 欸 我們都過得不太好 我們要一起努力改變這個社會 所以他開始變成說 他們想要改變這個社會 然後他玩完之後 最後 他們就一起會努力說 改變制度要幹嘛 然後就對話就會產生 所以 甚至有些人會影響說 我們為什麼不去烏托包 可以一起 為什麼不去烏托包 對 但是這件事不強迫 因為有些人就是不想 我就是要自己幹嘛一起 一定會有 對 但是我那朋友很好 就是他玩完之後 他就跟我們說 欸 我真的覺得 我的人生滿幸運 對 他說因為我錯注背背著做某件事情 我才有現在這麼舒服的生活 對 所以他就突然間有這樣的感覺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你遊戲怎麼都是要量產 我要 然後買去跟我朋友玩 那你們在做的這個過程中 因為這議題其實也蠻硬的 要放一個有限的東西 放一個很無限的東西 那在這個過程中 你們遇到最大的挑戰會是什麼 最大的挑戰 其實最大的挑戰 其實最大的挑戰 我自己啦 我不知道設計師之類 我覺得最大的挑戰很多時候是 因為我們工作網條件很多次 剛開始就用規則在講 就是行動篩選這些東西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規則好 對 所以我們其實後面就是 我們發現運行定價 因為其實這個說真的 他規則是多 可是他就是現實 就是為什麼他體會會深 因為他很貼近現實 你在玩的時候 你在不舒服的時候 像我剛剛那個 他支持資本主義 他就在裡面不舒服的時候 他感知到 因為他資本主義 不是他想像過的東西 然後在裡面 因為他會經過三個世代 這是我們平常生活不會有的經驗 我們不會感受到 因為我天生就在這個家裡生活 我不會感受到說 這個世代的交界有什麼問題 我也不會感受到制度改變 對我有什麼影響 但是台灣現在普遍很多時候 就像我以前 我在玩這個影片之前 我就覺得 制度 就是很多人吵制度 然後通常新聞都是吵立場 所以從來沒有討論過 我就覺得這非常沒效率 我覺得說 所以我就自然而來變成說 玩制度幹什麼 我幫你做好資產 就是我努力讓自己過好就好 對 但是在遊戲過程中 你都會體會到 原來制度改變 對自己影響這麼大 對 徐平你有覺得 這種作用設計 適合放UBI的理念在裡面嗎 你自己的想法 目前這個遊戲的效果 有 有 他如果再講到 平均 或者講到均負 甚至配合富裕公家 是 就會 就會把 就會很自然而來把你體驗 對 因為我的感受是 他們有一個實體的東西 又有教學 又有研發 然後比起 我們如果是做演講宣傳 可以並行啦 是不錯的 也許你們以後可以是 在裡面這樣子 是 那 這位 你覺得感受上怎麼樣 你是勞工嗎 最為老公 最重要的老公 最為提貴人 我覺得 他的 說明非常的清楚 然後也很容易 讓人了解 然後 我們沒有玩到革命 其實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一個重點 就是 你不能太不平等 太不平等 桌上就會有 至少兩個人像革命 而且他們很可能會成功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好的 一個提醒 就是說 其實任何時候 階級 他都是傾向於複製的 但是革命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很洗牌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誰都可以革命 這一件事情 是一個蠻好的一個設計 蠻喜歡的 另外一個是說 你們這邊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對 然後 就是它比方說 紅色的建築師 跟別的顏色建築師 它雖然都是建築師 但是 它的能力其實是不一樣的 既是有一樣的這個情況 對 所以它可以讓我們了解說 不是 就是 所有 看起來是同一個工作的人 都有相同的貢獻 他在不同的工作裡面 也可以有不同的貢獻 對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 切合這個實際 對 那當然在實際正式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是會有 就是 這種青色的情況 就是很多建築 對 還是會有一些利益交換 但是 但是這個遊戲 它跟 好比像說 像Depromacy 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你們換的東西就多 可能只有正直家可以 可以換它的分配權 還有其實後面 就是因為我們沒走到這個 因為最後的結局就會有關係 因為 很多時候大家決定 我要什麼樣的社會 就是看我那個時候 我代表什麼樣的社會 我選擇給你 對 目前我們有一個擴充卡 就是要跟貴族 才能開放 對 目前是 貴族有個慈善功能 可以 有個慈善功能 只有貴族 只有貴族也 因為貴族他平常就是做慈善 對 現在我們貴族是這樣 對 因為他其實最後是會 是這種導向 因為正直家在我們裡面 他是比較容易 一個小時候 你看大正直家 他也就是很平均的時候 他會 然後因為階級又容易扶持 所以其實正直家跟別人都不一樣 就是他有那個 很簡單 你剛說一開始不知道自己的策略 可是其實正直家有個很明確的策略 他要一直到正直家 對 或者是別人 就是搶正直家 對 對 就像我們 像年齡親之前跟我玩 他就很喜歡當老公 然後搶正直家 對 對 老公你們賺錢都比我容易 那我就不賺錢 我就是搶正直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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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在這邊有什麼 問題可以 難得的機會 可以 沒有特別難的 沒跟你拍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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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等一下可以把一點時間 給那個文化一周 對 對 好啊 那我是比較好奇說 像我們這樣做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我們自己定位就很辛苦 就是要做議題 社會議題這塊 因為社會議題 現在就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要嘛不關心 因為太遙遠了 我們之前在做這個遊戲 有去找中委院的那個 那個 林總統老師 對 然後他的學生有告訴我 其實現在審議市民主 最大的問題就是 專家的模組 那些議題內容 沒人看得懂 所以一般人 不會去了解它是什麼 所以到最後都是專家們在討論 那 所以對一般人來說 這個議題就是遙遠 然後再來就是 我剛剛講就是 會有些人就是承見 就像我那個 那個 信奉資本主義的 那基本上你平常怎麼跟他說 他就是信奉資本主義 他沒有辦法改變 對 所以我們就發現 這用遊戲 有這樣的好處就是 他一來可以讓你貼近議題 二來去理解議題 同理之後 願意接受不同的想法 然後產生不同的 對 最主要產生不同的思維 然後做出不一樣的事情 第二種是他好擴散 就是你變成遊戲之後 所有人都買得到 那買得到之後 我只要會玩 我就可以叫我朋友玩 那我不用很懂議題本身 我也不用很懂專業知識 但是在玩的過程 大家就會體驗到 原來這個制度是這樣 或者是 原來他想要的社會是什麼樣子 那這樣之後 他整個台灣的社會 才會說 他才會去關心說 我希望的社會是什麼樣子 才會做出不一樣的概念 那這就是我們 其實我們共同的社會 就是這樣 那我們反倒是比較知道說 像湯康正文這邊 或是像學民這邊 就是有沒有什麼想法 就是說比如說 像之前林立青為什麼會認識你 他就來到我們說 欸你們可不可以做一盤 無家者的作用 因為他很關心社會的事 對 那我們就覺得 欸這個 這個確實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對 那我們其實這邊需要 就是像學者 或者是像 正文這邊 就是如果說有一些重要的議題 對 他一樣遇到 需要都能夠被拓散出去 被討論 對 這方面我們可能也是希望 從這邊去得到一些 資訊 或者是一些想法 來開發我們接下來的作用 這樣子 對 大概是這個問題 嗯 好 那 我還不知道你們有什麼 想要問的 我想問一下 就是 大概 這種遊戲 大概一直要 就是要多久直接可以 大概一個小時 大概一個小時 對 往完整的話也是一個小時 對 後來的擴充卡 都開了這個小時 擴充卡有些更快 但是 基本上 大家開始 第一次玩可能會比較久 因為 規則要學習 對 然後不清楚 但是後面其實 當然也是 台語有些時候 就真的會有對話產生 就是有些社會狀況 大家自然會對話 那有些對話可能就會比較久 比如說 我們想物多方 那想物多方就會有很多條件要符合 或者是制度本則 有些是政治家要很努力 他要怎麼樣讓那個 國家的制度 除非他很自私 分配全部給自己 對 那當然就簡單 但是有些制度本則是需要溝通 什麼糞便 對 那就會比較多溝通 就會比較長一點 但是大概是一個小時 嗯 好 好 那 那 邵佑你好 那個 可以超過台灣嗎 超過你好 那個 你們有那個 在做 你有聽過那個 五條件基本的路 你好 那 您覺得 在台灣 要多少基本的路 才可以過好一個月 這樣看你在台灣哪裡 北部 對 例如像在這裡嘛 對 像在這裡 不是啊 因為 對 我覺得 我覺得這裡有點像這個遊戲一樣 就是說你完全沒有人脈 完全沒有支持性系統的時候 你當然會覺得說 一個月我可能要五萬 或者六萬 我才能過一個很好的生活 但是如果 你有很好的支持系統 或者有像這邊這個合作社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朋友的話 那其實大部分的支出 你不需要去用買的 而是可以用公共工作 換工 或者是其他方式去搭乘 所以那這個時候 需要的錢就降低 當降低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可以發行社區貨幣了 因為我在那個社區 剛好是發行過社區貨幣的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完全看你跟你的社群的連結的 精密的程度 那我們往往去說 你一個月要多少錢才過得好 或你要存的話錢才能退休 但是假設你跟旁邊的人 都沒有什麼連結的時候 完全靠錢 來換到你需要的服務的時候 那我覺得 這個題目本項 後面就有一個預設 所以 我不會這樣直接回答 那 您覺得在台灣 就是以錢為重 這個現象會繼續下去嗎 有嗎 有以錢為重 有 有什麼 有什麼證據知識 當然很多人都說過 幾歲 幾歲要抓到多少錢 然後幾歲轉到你第一桶 不然男人就是養家之類的 就是之類的 當然有一些這種想法 但是 就是說我們很少聽說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錢 沒錯 台灣文化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分 那當然你可以說 跟我們的左派傳統 也許沒有那麼深厚 但是你說台灣是以錢為主 我也不覺得 我覺得台灣還是非常重視 正向社會影響力的一個地方 就是一個人的存在 他如果是有負面的社會影響力 那其實他有很多間 並不會被社會所認可或重視 而且從很久以前 從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我不會特別覺得 台灣是一個錢很多 然後看起來都好像 他裝很尊敬他的地方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就所之無條件 是一本收入支付牌付 那他的原因是什麼 那又不是我發明的 那又不是我發明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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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開付是因為當 婦人她繳稅的時候 看那個基本收入 它那個基本收入 帳面上面是不拍付 事實上 富有的人 這個基本收入對它來講 很小的他還是繳回去 所以 設一個門檻 是一個很尷尬的事情 因為當你有一條件的時候 很多人就想去 抹 那個bar 對 穿受動員 他會想去玩那個規則 當你設了這個條件會去玩規則 那很多人去玩規則的時候 他就像是有貧窮陷阱一樣 你只要設了一個門檻 很多人就會去想辦法去將就這個門檻條件 那之所以 然後你為了保守這個條 這個叫standard 這個standard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管理人員 去管這個 轉這條線 那就是更多的那個官僚 就是人事成本 所以對於這個生活委員長 你剛剛直接發錢就好 你這些條件也不要用 是不是 這樣就更簡單 它就有點像這個UC裡面的高稅收 我就算沒有任何營業 我還是發兩塊錢 對 也是一樣 對 對 所以 你對牌服還有什麼 還有 還有什麼 因為太多人 太多人你可以說 為什麼有錢已經有錢 還給他基本收入 你知道嗎 這個錢還是會找不去的 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無條件基本收入這個制度 是不是有點像 目前就有在實行的那種 那個福利國家 美國福利國家 美國福利國家 他們也 他們 現在是因為 大量的失業 造成他們在收那個 稅收的時候 他們也收不到 所以整個社會福利制度 也總要崩盤了 嗯 基本收入是 因應現在的這個局勢 才推行的 它變成一個 一個地板 讓每天可以站上去 所以如果你把 基本收入變成一個 是社會福利制度的 練習 那不是 它是一個基本人權 對 所以 這也是因為 勞動收入 其實是像技能 裡面的照片 對就是你勞動 平常的勞動都是一塊錢 就拿一張 那你擁有其他像 對 你擁有技能或什麼 那這樣我勞動收入會變多 對 然後所以勞動稅是會抽 勞動的稅收 對 某些制度會抽 我們應該解決一下 那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是 就是隨著 就是自動化發展 然後我們 現在 有越來越多工作被取消 然後我想說 不條件基本收入也是 有一方面也是這個的影響 那我想請問說 那 那麼多工作被取消 那我們將來 這個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 就是會不會說 大家一堆人 到不然都不工作 還是有錢 然後或者是 會有新的工作 然後 然後那些沒有沒有工作 會參與 你會想說你是誰 你為什麼 要把你自己 需要一個工作來 描述你或見面 你就是你 你生下來 你就是一個人 媽媽生你下來 神明問你說 寶貝你要不要下來 來做 在小妻工作 你喜不喜歡 沒有人會問你這個 你生下來 你有你的 worth 你有一個個人的價值 你有一個個人的特質 所以你應該是發揮你的錢 而不是將就的 因為你要求生存 你一份該死的收入 然後你就去做 你不想做 而且你不是很專長的事情 OK 所以變成是一個小的盒子 大家往那個盒子去塞 去適應這個社會架構 就是你要有一份工作 然後收入 你才是正常的社會 你有對社會有正面付出 你知道有很多工作 但是我對社會並沒有正面關注 是吧 所以一定要拿一份工作嗎 你知道嗎 當媽媽家庭主婦 這個千個幾百年來 都沒有配 都沒有人付錢給他們 所以你如果說今天 你給了基本的收入 然後你就不工作 那你怎麼說那些 這麼多年來 都已經默默在後面不耕耳 沒有領收入的人 是吧 你這樣講的就是 還是要維持這個社會正常的工作 是的 就是這樣說 就是我想說 如果大部分人都沒有工作 我們要怎麼繼續支持這個制度 這個社會制度 不是靠工作的制度出來 是靠一個無心的人 沒有給心的人 他在幕後撐這個社會 像家庭加工 幫忙照顧一個家庭 不是靠這些給心工作的 OK 因為我現在時間很久 我不想再大量一下 但是 這個整個社會的一個進展 不是靠這些給心的工作 是靠很多人的耕耳 後面付出劳力 就是會有創造的 不是劳力 今天主要就是 把大家拉來完成作用 主要就是 我們這個旅監結論 就是在宣導 然後可能也許要激進 或者要輕微一個理念 那也看到你們 算是一種社會 企業的一個議題發展 融入到教學上 然後也請就是 政治場域上 對 可以來看看我們提供的學期 革命能自動獲得5票 是不是 革命成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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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 然後到 然後就不能再革命了 下一個世代代 就是你革命成功之後 你就是革命英雄 對 然後你就會得到那5票 所以他很容易得到這樣 所以這個世代你要投票的時候 你的力量就比較強 我的革命英雄有他的社會影響 對 他的社會影響 對 但是你革命失敗 常常就回來了 然後下一個人繼續革命 對 難道李立青他要 從農工變成政治家 因為他從農工轉發動革命 轉政治家 他不是發動 他是一直累積票出去 他是正常 他在那個 他是用選 他也是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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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也是用選 對 他就是很明確就是拼政治家 他說反正拚轉頭 就不一定 也不一定的 他這樣想 因為他想到天生兩條 跟我們不用 對 了解 好 就是世紀人說什麼 很有笑死 趕你買個優惠吧 應該可以彈人彈 對 應該可以彈人彈 對 對啊 對啊 可能讓他們第一期 創業很幸福 是 應該可以彈人彈 對 就是看緊張 哪一套 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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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